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或将出席DQ年度盛典 总编在线回复网友搞笑问题 安排 当跳出时间之外 将破碎的故事重新拼接组合 串联起时间的细线辩会 将人们引向记忆的另外一端 而那时 也是主人公W.E.Bow 805超越剧本与设定 自我一时觉醒的时刻 制足DQ不愧为行业翘楚 连杂志封面都可以拍摄出影视剧的效果 还记得仿生人W.E.Bow 805吗? 是的 他回来了 今年Callback延续了上一季的故事 五集短剧开始 讲述一段有关记忆的故事 最后还留下了I'll be back的彩蛋 网友们纷纷建议一博多和这样的杂志合作 继续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惊喜 不过 因为工作原因 一博最近失踪了 网友们四处打听找寻一博的踪迹 在一年一度的DQ年度人物盛典的话题下面 发现了与GQ有过多次合作的王一博的名字赫然在列 虽然不知真假 但点燃了一群到处寻人的粉丝们的一丝希望 毕竟留下了I'll be back的未完待续 不知一博会不会提前回来和大家相聚 上届GQ年度人物盛典 王一博因为赶拍天天向上外景而遗憾错过了活动 而今年的一博与GQ的缘分更深了一层 作为致足十月刊封面的主角 WE805在废墟大片中 将自己的硬汉形象 匹帅狂媚的一面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此前 GQ也曾因为王一博全体加班一天 发布的加班的微博还登上了热搜榜单 原因是安踏官宣王一博 他们全体加班一天 还十分搞笑地加了一句 加班成果在评论区 速看 看完下班 虽然库葛的行程非常紧凑 但是种种迹象都表明 王一博出席盛典的可能性非常大 今年的GQ年度人物盛典将会在美丽的三亚举行 随着GQ逐步官宣参加艺人的名单 看着星光闪烁众星云集 望着蔚蓝的大海 奇幻的热带雨林 再脑补一下 如果要是男星们能下海就更完美了 GQ编辑总编刘冲在回复网友提问时 安排两个字特别醒目 众所周知 GQ在做盛典上真的是专业的 从发布的预热大片可以看到 河岁 赵磊 居小文 金大川四位超模在海边细水出境 海岛度假氛围有了 质感也瞬间上来了 在如此美的景色下 你想看哪位男明星在海边游泳呢 如果裤盖王一博真的能像网传一样按时抵达 那么他的泳装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回顾王一博的泳装史 大多偏于保守型 网友戏称有一种成熟叫王一博穿泳衣 严实程度堪比过冬 王一博身材修长 气质出众 本以为他的泳装会是很撩很帅气的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看到了照片之后 直接震惊在原地 他居然把自己舞得炎炎湿湿 根本看不到一点网友们想要看到的内容 这样的穿着也让网友们不禁觉得 不愧是你王一博 不想让你们看到的 你们是一点也别想看到 疯狂的女人们 你们只配看脸 不仅泳装安排的明明白白 就连广告大片 舞台表演王一博也从不让人失望 郊内宣传时 就因一博穿得太多而遭到粉丝们的嫌弃 头戴毛线帽 身着家居服 就连袜子也穿得炎炎湿湿 着实没有想到拍摄家居服时 一博也会穿这么多 酷格下次要不要再考虑戴副手套 第三季节舞水舞台时 一博王闸集体甩掉了外衣 唯独队长王一博衣着整齐 任凭台下的观众如何尖叫呐喊 台下的队长如何引导 一博依然坚守他的想法 如果说一博在水中这装方面的突破 也只有年少时和UNIQ组合成员们在一起拍摄细水的画面了 几个大男孩在水里游泳 嬉闹 好不热闹 不得不说酷格的身材非常nice 结实的腹肌清晰可见 可长大后的一博不好骗了 虽然外表时尚 但内心却十分保守 这装更是该露的 不该露的彤彤舞的炎炎湿湿 因此 也让粉丝们特别安心 这样的一博即便失踪了 也只能是因为工作原因 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忙碌的一博 除了一些商务活动之外 最近鲜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随着网络传出一博会参加本次庆典的消息 GQ逐步官宣参加艺人的名单 小摩托们越发焦急酷格到底会不会参加本次庆典 虽然摩托姐姐们已经发布寻人启示 但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一博 真的让人捉摸不透 小摩托们擦亮双眼 静后安排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